说起来,时间还得回到上世纪50年代 当时的南京文物圈子里边,有一条消息不静而走 说是有一个文物贩子花了五根金条 从盗墓者手中买到了一个瓷瓶 文物部门得知消息之后,立即行动 找到了文物贩子,及时追回了瓷瓶 眼前您看到的就是当年被找回的瓷瓶 这是一件元代青花瓷瓶,高45厘米左右 底部直径为13厘米,而口径不到6厘米 这件煤瓶,线条圆润流畅 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美感 而瓶身上绘制的是萧和月下追寒信的故事 因此得名萧和月下追寒信煤瓶 喜欢收藏的观众应该知道 元青花瓷器在中国存世本来就很少 而会有人物故事图案的则是少之又少 但您看这件瓷瓶,人物刻画极其生动 人物神情尤其精彩 萧和策马狂奔时的焦虑 寒信河边观望的惆怅不定 老烧工持奖而立的期待等等 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要说这件做工精美的煤瓶是国宝中的国宝 一点都不为过 也许有人会好奇 这样一件宝贝大概值多少钱 我来给您做一个比较 2005年有一件名为鬼谷下山图瓷冠的元青花 在伦敦加世德拍卖会上的最终以2.3亿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创造了当时中国艺术品的最高拍卖价格 那同样作为元青花的萧和月下追寒信煤瓶 无论是瓷胎质地还是青花发色都要更胜一筹 专家介绍啊 像这样的元代青花煤瓶 在全世界只有三件 另外两件呢全部流失海外 而且那两件无论是尺寸大小还是做工 都远不如我们眼前的这件萧和月下追寒信煤瓶 因此它有个十亿不卖的说法 没想到吧 当年这个只值五根金条的煤瓶 现在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十亿 其实啊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这件萧和月下追寒信煤瓶的价值远远不止理此 南京市博物馆将它选为镇馆之宝 不仅因为它是一件十亿不卖的绝食珍宝 还因为这件瓷瓶的出现 曾经牵出了几百件珍贵文物的下落 成就了一段考古